那你會想要挽回這個婚姻嗎 我現在其實想的是說 趕快把你送給我 你覺得你是幾分老婆嗎 完全不幾分 王家俠人在無問題 傷透老婆的心 自憑不幾個老公 你這樣喊乾架會算 不要回來了 王家俠日前被報一和 抱嫂離婚兩年多 刀線就是債務問題 碰個無日晚間 為網路節目出外 請大家不明關心 多久了 那個不是久了 舊了 舊了嗎 對 就是說沒有炫復 是知人的家務 是我覺得 是有人打錯了 他是誰先提的 嗯 協商 是夫妻倆協商的 對 所以現在跟前妻還有互動嗎 互動當然會有 當然是一個 和我的 我的聊天 對 那你會想要挽回這個婚姻嗎 我現在其實想的是說 趕快把你送給我 其他的一切在哪裡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的 還厲害 37年的婚姻啊 你覺得你是幾分的婚姻嗎 二 完全被請問 完全被請問 零分 做這一行的 的後遺症嘛 你最傷老婆的心是怎樣的 我覺得 就這一次 嗯 特別是最嚴重的 如今事件更嚴重呢 光碟事件 這個不嚴重 這個不嚴重 但是我從前家一起 跟著受婚走 那你離婚前有跟他 就是用什麼行動的表示 沒有啦 這個 這個放在心裡面的時候 就不予公開講 每個人的家務所 而前方PONG 處理債務的好友林 董事處孫協志 有幫忙PONG牽線找人借錢 PONG 就你點抽成嘛 人家比如說說三分 人家比如說三分 沒有啦 沒有 而孫協志在臉書發文博持 我從沒幫任何人 牽線任何事 也跟任何地下錢裝 或高利貸無任何關係 否認幫忙牽線借錢 碰的時候發文向他道歉 公司提供的資料有誤 讓林秉文董事長 對孫協志先生 造成誤解且傷害 林董也覺得非常的抱歉 希望這個事件就此告一段落 這幾天的紛擾 可以就此畫下句點 抱不起 崔似我的約費 算帥 安全 我們好耶 稍